大家好,欢迎来到茶叶的饮食三餐 我是茶叶,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 葡萄干软面包的做法 是一款我家餐桌上 频繁出现的一款面包 首先我们来制作中种面团 准备高筋面粉,也就是面包粉 酵母 准备清水 清水可以用等量的牛奶 用磨刀搅拌均匀 混合到看不见干粉 不需要揉得特别光滑 揉成这样一个面团 盖上保鲜膜,进行发酵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的室温是25摄氏度 大概用了一个小时,面团已经完全鼓起来了 里面有很多的气泡 用一把厨房剪刀,将它剪成小块 放进面包桶里 现在来制作煮面团 加入高筋面粉 这个是淡奶油 再倒入酵母 加入少量的盐 这个是细砂糖 这个是烘焙用的干奶粉 可以给面包增加奶香味 鸡蛋液需要用到75克 大概就是两个鸡蛋的重量 分出20% 可以留作刷面包的蛋液 将它倒入面包桶中 放进面包机里 可以启动搅拌功能 用一把磨刀 将底部沉淀的面粉刮起 很快面包桶就可以揉出一个光滑的面团 而且面包桶变得很干净 这时候我们取一小块面团 来做一次简单的手套模测试 这时候手套模不是很稳定 能够拉出这种薄薄的膜 就可以加入黄油了 将它继续揉面 再次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这次的面团能够拉出非常薄的膜 而且拉出空洞的部分是很光滑的圆形 把面团放在盆中 盖上保鲜膜 等待发酵变大 提前准备葡萄干 用清水清洗干净 放在一边备用 这时候面团已经发酵好了 哇,摸起来好软呀 这时候用了很多蜂窝组织的气泡 里面全是蜂窝组织的气泡 撒上一些干面粉 按压排气 面团这样折叠,封口的向下 再次创成一个圆形 这个面团又软又滑,弹性十足 对半切开,我一共分成了12分 分割的时候尽量将每一份大小差不多 烤出来的面包也会大小一样 分割成大小均等的剂子 后面包入葡萄干 取一个小剂子 放入葡萄干,葡萄干可以多放一些 像包包子一样,收口 也可以一次性的将葡萄干放在面团里 将它揉均匀,再分割成小剂子 将封口的地方向下 直接揉圆 然后将它放在烤盘里 烤盘我用的是9寸的圆形烤盘 盖上盖子防止风干,让它继续发酵 大概15-20分钟,面团鼓起来了 这时候可以把烤箱提前预热 这是提前预留的蛋液 在面包披萨上,刷上薄薄的一层 再来准备一些白芝麻 撒在面包上,不仅好看 而且吃起来也很香 放进烤箱里,354度,烤22-26分钟 烤的时候大概10-12分钟 如果你担心颜色上色太多 可以在这个时候加盖浓箱 面包出炉了,好香啊 非常的柔软,而且拉丝效果很棒 加了奶油和奶粉,闻起来奶香十足 这块面包含水量很高 吃起来比较湿润 而且放上几天都很柔软,一点都不干 你看它的内部组织非常的细腻 里面包裹着葡萄干 这块面包本身不太甜 里面有甜甜的葡萄干做对比 可以说吃的每一口都是惊喜 十分的好吃 这块面包是我们全家最受欢迎的一款面包 做法简单,而且很适合上班族 不需要长时间的等待 因为种种面团可以提前一天 放进冰箱里冷藏 第二天直接拿出来用就好了 简单又好吃,做起来又容易 喜欢我的食谱,欢迎你给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坚持每周都在更新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也请你在屏幕的下方留言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茶叶,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